哈喽大家好,我是金宝妈妈 大家都知道金宝去旧妈家了 有很多小粉丝呢非常好奇 就是金宝今年收了多少压岁钱 其实呢我也很好奇 因为今天我给他打电话 我问他的钱放在哪 他刚开始不告诉我 后来呢他就告诉我 他藏在他的那个枕头下面 那我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金宝今年收了多少压岁钱 然后呢这两个红包 是我跟爸爸给他的 一人一个 里面呢是一千块钱 这个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 然后呢剩下的这几个呢 是去姥姥家 姥姥还有舅妈给他的钱 让我们数一数 看到到底有多少钱 这顿还有呢 还有呢 啥时候放了我都不知道 拿过来我看一下 这顿还有 还有吗 还有 我的天哪 还有存粮呢这孩子 都不告诉我 我以为就这么多 我以为就这么多呢 好让我们先数一下 这有多少钱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是一千 然后这是我跟爸爸给他的 就是每个红包里面是一千块钱 这也是一千块钱吧 数一下吧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这是我跟爸爸给他的 就是一人一千块钱 刚好两千块钱 加上这一千块钱是三千块钱 这个是多少 再数一数就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这个是一千二 这个多少 还有没有了 都拆完了是吧 五百 然后这个是一千二一千七 这个是三千四千七 那么金宝今年呢 就是收入了四千七百块钱 刚才呢 爸爸又给我了三百块钱 说把这个给他凑一个整数 然后就是五千块钱 到明天的话呢 我们决定把这个钱呢 去给他存起来 作为他以后上学的基金用 或者就是说买一些他 就是说日常的学习用品 然后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会把压碎钱 就说干什么用呢 是存起来呢 还是拿去花了呢 可以在屏幕下方打出来 告诉阿姨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拜拜